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 你走路 走稳一点 我穿高级鞋 你气喘要带着 因为教堂 百年教堂 你会气喘 你不用跟我跳舞了 别的你掉眼泪 然后你不用致辞了 有个个代表 男家来四个人 女家来四个人 然后就都是他同学 没有礼车 在第五街上跑 穿着婚纱跑 多省 多棒啊 开玩笑 我喜欢这样 不会 不会 孩子他有伴儿 会让我们可以放下心 不要觉得他把我们的爱拿走了 本来孩子从生下的第一天 就是从我们的身上我们养育了他 对啊 他就开始一步一步就是离开父母 他不一步一步离开父母去找寻他的未来 那反而是不正常的 我就跟我太太讲 我说 你有没有看过妹妹这么开心的时候 没有啊 天呐 原来我女儿会有这么开心的时候 我都没见过 有的人会觉得一下子少叫很多 那如果你觉得你还有蛮多的事情可以做 你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你还可以写文章 可以画画就好一样 我太太就讲 其实你回纽约来也没什么稀奇 你就跟平常过日子是一模一样 我们到穷乡僻壤 到山里面去啊 去看那些可怜小孩啊 我们盖的学校啊 那你就会心比较大一点 孩子是他独立的个体 对不对 他不是你的影子 你不能跟他一辈子 你要给他准备行囊 但不可以太重 你的过度的盼望 甚至关爱 都会是他很沉重的心理负担 你要打开各扇窗 让他看 他有很多很多选择 然后打开门 让他朝他选择的方向去 给他祝福 他要走大路 他喜欢爬山 他要走小路 那都是他的选择 伟大的成就常常从这儿来的 不是老爸老妈 铺好一条路 铺有马路去铺好一条 苦日子总会过去 春天总会到来 你要放心 放心 放心 不是不用心 是把身心安顿 的 是 好 我 啊 好 内容